我是直接從網路上下載這個 我放在第一疊底下 不過它那個四串很長一串 我習慣是把它複製貼過來 因為你如果自己打很容易少什麼空白 你會發現它多一些這些 副檔名是點CSV 如果沒有錯的話理論上 它應該會全部幫我把它列印出來 長得像這樣子 OK應該沒問題啦 反正CSV 其實它就是一個 文字檔 只是副檔名不一樣而已 還有呢編碼方式 要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是從網路下來 你一定是encoding.youtube吧 如果是微軟 你把它以sale 另存新檔成CSV 那就一定是CP90 如果是CP90 後面不用encoding 直接開就可以 不會亂碼 但是如果下載的Google的東西 就會是亂碼 那因為我如果你要解決那個問題 也另外一個方法 你不然就是什麼 把它從低疊底下 像我剛剛是按右鍵 開啟用記事本 然後把它另存新檔的時候 存成什麼呢 Ansi 所以其實喔 對應到的話 就是 這就CP90 這就utl8 特別注意喔 不是只有那個python有這個問題喔 其實我以前教那個php 教java 也有一樣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真的只有微軟不合群而已 可是問題是他的Windows占有率 非常高嘛 你又是非得用Windows啦 當然有人用Mac啦 不過最後有些人就兩邊切換 表面上讓他看到是用Mac 就一定要雙切一下喔 不然的話 說真的 自己也有Mac啦 不過最後發現喔 這當然喔 不過還是要講說 Mac真好用 對不對喔 OK 不過他有他厲害的地方啦 OK好 有很多人已經買了Mac 你就不要講了 對不對喔 你講太多 也多說無異了 因為講他覺得 OK 不過真的漂亮 質感超好 我會買就是因為 質感太好了 這個工藝的極品 我買了之後真的就是一個 工藝極品 我其實說真的 一個月用不到幾次 價格很貴呀 可是你就放那邊好看嘛 對不對 真的就好看 好看不好用 所以很多東西是真的 好看 但不一定好用 我發現這是一個準則 OK 而且很多東西好看喔 你現在也是 就是 也不要真的把它擁有了 擁有之後就是一個 痛苦的開始 OK 什麼東西都一樣啦 我們就 不多說了 好 ANSi跟UTU8 這邊改一下 改一下之後的話呢 開啟就沒有問題 好那這個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我剛剛提過 其實我剛剛也思考一個問題說 你們剛剛有從範例檔裡面 我剛剛用DIR 沒有 做完之後呢 我在想說 如果我要配OS.work 其實真的太複雜了 裡面好多東西 一堆東西 那如果說我今天 把這個改成List 好像似乎變簡單的一些些 所以呢 就第一個 把他這個 把他放到List裡面 變成一個一個的字串 第二個呢 跑個回圈 For For什麼 For name好了 這個的檔案名稱叫Name For name in這個List 然後把一個一個把它抓出來 再去串接他的路徑跟他的檔名 於是我把他開起來 開起來之後呢 我就再把他寫出去 但寫出去用A的話 請各位看一下 這個地方 其實我剛剛已經試做一下 O就做出來了 而且全部都合併完成 OK 瞬間 那我先把這個檔案給刪掉 我當然我不會這麼無聊 然後一個慢慢開一個慢慢貼 那 所以我剛剛寫了一下 裡面大概我就把剛剛的概念 其實這邊就寫了一個 剛剛講的這個Module E按右鍵 新增一個Module Module名稱我就要合併 郵局資料 好像用中文OK 所以呢我把剛剛我們教的所有一切 通通都把它用進來了 E 寫個List 就是這些 至於你要怎麼把它串在一起最快 其實我是用那個 取代 把那個 換行 那個符號 取代成 這個東西 好像之前我有 有演示過用Word就可以了 很快貼過來就好了 好 所以呢我有個清單了 第二個的話呢 C啊 這個C指的是裡面的Content Content我裡面是空的 那我就for name for name就是一個三重 對不對 搬過來 在這個List裡面 我先搬一個過來 然後呢 P的話指的是Paste Paste 這個路徑的話 在D疊底下 會有個Name 我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因為 這個符號是保留字緣 裡面會 是那個像 拖曳字緣 有沒有反斜線 N反斜線 所以 前面 印象中好像不加這邊會出錯 有沒有所以你貼上之後記得喔 你要把那個給拿掉 但是他這個現在好像又沒有 現在有錯了 所以記得喔 這邊要加一下 這樣才不會出錯 拖曳字緣 請各位前面再加一個 那串接這個名稱 所以 D疊底下的這個 三重 然後呢 用什麼呢 用Open 所以我把這個路徑給他 然後用R 開起來對不對 開起來之後呢 我就 一行一行讀取 這個加等於應該還有印象嘛 串接 串串串串串 串在一起之後的話 那我就 接下來怎麼樣呢 再利用 FW FW 就是A的模式喔 這邊是R的模式 R是讀取 A是什麼呢 是Bean Bean在那邊 那這個地方的話 輸出 Write Write 實際上就把我串接的東西 寫出去 但是後面你會發現喔 最後呢 我會多加一個換行符號 為什麼呢 因為喔 我們每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每個檔案的最下方 這邊都有換行 有沒有 這邊有沒有換行 這邊最後沒有換行 所以最後會怎麼樣 下一個資料 會串到這邊來 少一個換行 所以喔 我就在 那個串完之後 最後面再補一個換行 如果沒有補那個換行 會怪怪的 欸 這邊怎麼 多一個資料在旁邊 OK 所以會多一個 再來最後的話 再把那個裡面的 資料再清空 我之前忘了做這件事 忘了這件事 他就一直串 越串越大 變好幾Mb的檔案 後來忘了 清空 因為你已經 寫出去了嘛 所以你要把它清空 然後再換下一個 中立的再過來 再開 再寫 因為是A 不是W W就 一直蓋 蓋變最後一個 鳳三而已 其他都不見了 所以呢 最後的話 再合併完成 那目前我來看一下 目前是沒有那個 O有沒有 所以呢我們 現在 直接執行一下 好快 合併完成 可能不到一秒鐘 有沒有 試一下 有沒有那個O呢 O出來了 打開 看一下 全部都OK了 那如果說我不換行 像我剛剛講那個問題 其實那個也是 之前同學反應給我的 因為我直接本來是沒有寫 這個 沒有寫這個的話 我輸出 把它輸出合併 合併完成 那你會發現 那個問題是 會 怎麼樣呢 三重的 有沒有發現 中立的有沒有 因為這邊呢 沒有換行 所以我補一個換行給他 這樣的話 就沒有剛剛那個問題 發生 所以基本上 這個是 把它 快速的寫出 實際上 城市你看 沒幾行 扣掉註解 恐怕大概10行左右而已 這件事情 就 搞定了 所以 你回去可以 試試看 可以把這個東西 用在很多地方上面 馬上可以合併起來了 如果是 以西洋檔 可不可以 其實以西洋檔也可以類似 只是說 我們後面還沒講到 去開啟 那個 以西洋檔 那以西洋檔有麻煩的地方 它一個檔案 會有可能有多工作表問題 多工作表就麻煩了 你裡面打開 很多工作表 你可能要 分別在開啟 分別在合併 變化就 比較大一點點 那這部分請各位 試試看好了 那我也會把這個城市 放在雲端上 給各位參考 合併 郵局資料 那這個郵局資料來源 就是在 我們的雲端上面有範例檔 範例檔裡面 就會看到有 這邊 全省郵局 你把它解壓說裡面就有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